眼睛看著球 轉肩 手要伸直 然後弄到最後收肝變這樣 對不對 看起來完全就是 根本沒有把感情怎麼樣 放在什麼 你要打球 你把所有的感情都放在 你要做動作 哈囉各位學籍球們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當我們在打這個短肝的距離 要怎麼樣控制 好最重要的點 很多球友沒辦法去控制這個距離 是因為你根本沒有確實的打中球 而不是說動作怎麼樣做 動作這件事情各位要先丟掉 我們今天的重點是放在 你要如何去控制這個距離 對不對 所以你要控制這個距離 前提是你要先能夠去打中球 就是我們所謂的甜蜜點 就用一個很簡單的示範 就好比說我現在這樣敲球 我在控制這個球的力道的時候 力度 我一定是因為我有觸及到 我的甜蜜點之後 我才會感受到 我要如何給它施多大的力量 來讓它產生不同的 就是你說高低 就是我們的輕重的 遠一點或近一點點 那我當然自己沒有打到甜蜜點的時候 我當然就比較難去掌握到這個球的這個 我給它力度的高低 所以如果說我沒敲準 沒敲準可能甚至歪掉 當然你甚至距離相對的也不會確實 所以第一個觀念各位一定要去知道 很多球友可能在國領邊 一開始在切球的時候 他明明可能只是因為 沒有打中 那沒有打中的情況下 而導致他就覺得 啊 好像我沒有 好像打太短了 而他第二顆球 就當然可能會相對想要大力一點 可是結果他打中了 哇 結果又太遠 所以這個觀念要很清楚 很多球友會很擔心 因為一般我們在教學員 在國領邊的時候 會希望他是用這種 撥的用掃的方式 叫做切滾球 可是對一般初學者會覺得 欸 這樣打好像距離都不夠啊 那是因為他沒打中球 OK 然後想要大力一點的時候 結果打中就我剛剛講 就又過頭產生不必要的一個失誤 所以重點前提 我們先不講打法 不管是手 還是這個什麼 什麼轉動切滾 最重要的是 各位一定要去培養自己 現在能夠去觸到球的感受 提升自己能夠打到甜蜜點的感覺 那這個聽起來其實就是練習 他沒有任何的技巧跟方法 不要先去想著會不會什麼練對 練錯任何竿子都一樣 那我現在拿的是 這是54度 先不用去在乎 就像我剛剛說的 你是勾啊撈啊 什麼用手隨便 你就是抱著一個很單純的 你自己當然先設定一個 可能就是不是全灰桿嘛 就是可能50以內 30以內 可以很自在很隨意的 你自己去多切幾顆球 你自己去感受 你自己有沒有打中球 很明顯 啊 我這就知道我沒打到球 那我是能夠已經練到 當然就是我們講 可以控制 我想要打上面一點 中間一點 下面一點 深一點 我當然自己可以控制 所以先不要去在意 你不管是不是什麼肩膀 OK 還是手腕 不管哪一個方式 先找到自己能夠打到球的方式 因為重點就在於 不管你是用手腕或是用肩膀 你一旦能夠去打到球的那個感覺 你當然就能夠控制怎麼樣 它的力度了對不對 所以你看喔 最簡單的東西就是什麼 不要再去想著 對初學來講很多人都會 或是接觸到的諮詢什麼 不要用手 用什麼肩膀上半身 我只會說這是一種打法 但是這種打法它是一個方向 它並不是說對跟錯 只是對初學來講 它根本沒辦法去感受到 這個觸到球的一個手感 它等於是要把這個手感先 可以說是沒有那麼的直覺 而是專注在用身體去帶動這個距離感 所以等於說把距離感去完全放在你身上 跟去把距離感放在手上 哪一個聽起來會比較簡單 不要跟我說 要什麼手會不穩 不丟掉 這都是各位的觀念跟想法 所以我會說建議 先不管你怎麼做 你自己OK 你想要上高一點點 上低一點點 隨便 因為你自己知道你能夠打到球 就相對的 我剛剛講的很直接的 我能夠敲得到球 我就能夠決定這個球的高低 我現在輕輕的敲 它就會越來越低 我敲大力一點點 對不對 它是不是就會高一點點 OK 所以前提第一個點 先不要去在意你的距離的遠近 怎麼樣 你就不要管打法 你就是用自己的感受 用力一點 輕一點 那再來就是你一旦能夠打到球 相對的你也能夠去感受到你乾面的變化 我自己現在拿這是54度了 所以你也可以刻意的去感受到 你打到到球的乾方式 你可以去怎麼樣 撈起來 撈起來這個球當然就會變得比較高 對不對 那你不要去撈它 感覺是比較蓋的壓的去打 這個球當然相對就會變得比較低 所以這時候再來去講打法的差異 你打中球之後 你就可以去了解 你是用勾的打 蓋的壓的打 球彈道比較低就比較會滾 球彈道比較高 掉下去就比較不會滾 所以可以去決定 你自己要用什麼方式去打球 所以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 各位一定要有手感 所以一旦你有手感 你看像是我現在拿7號鐵 你對乾面的感受度是有的 你如何去控制這個乾面 所以相信各位應該有看過 就是傑森對老虎姿 他們好像有錄過一個節目 對不對 他們只能抽籤去選擇三個球桿 或五個球桿對不對 那重點對不對 傑森對他在沙坑的時候 他是拿6號鐵打沙坑 可不可以 可以 所以你一旦對乾面感受有 你有手感 你7號鐵 你乾面要打開 對不對 你想要讓這個球去打一個這樣子 高拋球 當然也是可以的 因為你對乾面能夠去認知 你也能夠相對的去了解 什麼叫做撈球 對不對 什麼叫做能夠去打低 把這個球打低 壓低 拍到球的感覺 跟撈球的差異 所以手感非常重要 所以從今天起 各位 你想要讓你的短桿 要有距離感 當然 完全聽起來跟廢話一樣 各位都很是知道 啊我這顆球沒打到 所以不會遠 所以相對各位的短桿距離 沒辦法控制 是因為你沒有真正的去感受到 你打到甜蜜點的感受 而不是自視化的 先去想著手不要動 什麼靠身體帶 你球都打不到 你怎麼會知道 什麼叫做靠身體帶這件事情 尤其再來就是 你即便是好靠身體帶 可是你的手勢是勾的 那個身體帶出來 並不叫做對 也不是叫做錯 可是你的手勢 是不是想要打壓低的 還是撈的 他就算身體帶 他還是撈起來的啊 所以灰桿的方式 其實是很廣用的 沒有所謂的 這樣子就是對 而這樣子就是錯 只是打出去的球質不同 所以呢 教練常常都會跟學生說 想法很重要 想法很重要 你想法正確 其實很多事情是很單純 又簡單的 而不是一個所謂的很自視 好就像這樣 七號鐵兩隻腳在中間 什麼雙手伸直 膝蓋彎屁股翹 然後眼睛看著球 轉肩手要伸直 然後弄到最後收肝變這樣 對不對 看起來完全就是 根本沒有把感情怎麼樣 放在什麼 你要打球 你把所有的感情都放在 你要做動作 你要做一個你想做的動作 可是你想要做的這個動作 你已經忽略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 你要如何去打到這一顆球 你看我這個球打出去 都還打得到 而並不是去想著 什麼轉肩轉腰 而我並沒有說轉肩轉腰 那是錯的 但是前提的重點 還是要拉回來 你自己要先能夠用你自己的感受 能夠打到球 你才能夠知道 加上了這個轉肩 轉腰 球位在左邊右邊 一堆有的沒的 你才知道這些東西的差異 而不是說 做了那些就會打到球 了解嗎 以上就是為今天給各位分享 教學影片 喜歡你的影片記得按下訂閱按讚 加分享 追蹤我的粉絲網還有IG 我們下次見 掰掰